所以我们来做一件事 请各位一样打开你的心字符 一样给一个 这个是也可以 各位可以用在那个平常上课 我们不知道生活课还是什么课 有一个可以让学生规划自己未来的课 请你在中心主题 你想一下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假设你是小朋友 我想当一个我未来职业想当 我想做什么事 你一定会有一个梦想 请你在那个主题上面行叫 好把画面还给各位 好先想一下 或者我要环游世界 随便 就是你的梦想 你未来的事业 你人生的愿望 你的终极的想法 我要赚五千万 我要当市长 我要成为艺术家 都可以 你去想一下 依你的状况 你可以想 最好是想自己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想一下假设 你要回去 找到你的想法 要有男生的目标 你可以想一下假设 他想要当什么 你就用这个来想 各位想一下哦 好你的目标定完之后 注意点哦 如果你有目标了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知道说 要达成这个目标 需要什么条件或能力 对不对 我如果未来想要当一个厨师 那我必须先知道说 厨师要具备哪些能力条件 没错 好 那现在请你不择手段 用任何方法去找到 你这个目标所需要的能力跟条件 有些人可以上网去搜索 或者直接去那个 DEE 那个人力银行去看 他里面有很多QA 什么职业 会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也可以 你问问别人 聊一聊 也可以 问Chall的QP 问Copilot 都可以 总之你要总结出几个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所需要的条件跟能力 请你把它找出几个 在第一层 在第一层 来 线上的朋友不要偷懒哦 有什么梦想 快把目标定出来 你的人生 如果没有梦想 那你就是一条潜移 请各位把你的梦想先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呢 抓出来之后 请你呢 用任何的手段 问AI也好 搜寻也好 把你的 会基本的 就是那个梦想 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 或能力 请你把它列出来 先不要看我荧幕上的 我那个是范围的 如果你的小孩呢 如果你用这样去扑到你的小孩 他应该会很快变成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 而且可以很快的达到未来的目标 完全会变成完全可以自己学习自己成长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是需要老师的引导 但是我们的老师从来没有引导过我们这些事 所以各位好好的学一下 试一下 有一个简单的基本流程 各位赶快去把那个旁边给丰富起来 需要哪些条件去达成这个梦想 需要哪些能力去达成这个梦想 各位赶快承订一下 所以你们是 其实是需要跟你的小孩一起聊一些问题 那越聊他会越停 长大的越快 甚至那个 如果你是校长主任 你手下的老师 如果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每天沸沸饿饿的在度日子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聊一点 或是你的好朋友 一辈子这个碌碌无为 也可以跟他聊一聊 不要每天就是只有聊那个 那个 你在这儿想买多少钱 我买几里几里几里 一块的 未来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这辈子就是只有八九十年 一百年 你不会比我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就可能真的会浪费你的一生 那也许我们现在 像我已经53岁 也许我现在才想到这个问题 没关系 我至少还有十几二十几年 可以好好的过我后面的生活 所以还是要想 还是要想 那如果你越早去想 想这一件事的话呢 你就 反正你就会觉得你有想过 然后逃着你的想要的方向去发展 你这一生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遗憾 是这样子 如果是小朋友 你从小就鼓倒他 他从小做了自己的想法 他就会对自己的未来的路线 非常的努力 再加上我们等一下会跟周围讲说 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处理 然后在有一些阶段性的处理之后 他就会知道说 那我现在国小 我应该要做什么 这事就可以做 那我上国中 我可以做哪些事 那这样他就会跟他的目标越来越近 不用说等到大学 大家都一起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了 然后我才开始找我原生要看 我要做什么工具 这个就是有想法跟没想法的差异 我们很喜欢有想法的学生 这种人也是可遇不可学 因为我们从小都没有跟他这样子聊过 但是有这样的学生的话 真的我就会 你看对老师来讲 如果有这样的学生找你的话 你也会想要请尽全力来帮忙他 对不对 所以人自助天助 所以你看他帮忙自己 大家都会想帮忙他 就是这个道理 那个史莫老师想要当一只 我可以想当一只快乐的嫌疑吗 可以啦 家财忘惯 当然都没问题 刚刚讲 有钱都不是问题 没钱你就要为钱伤你心 所以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都是自己的主宅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想要过的人生 但是前提呢 你不要自己最后搞得自己很痛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 那种 你没有那个家底的话 你想现在就当嫌疑 那你可能 现在还有父母养你 那如果父母过世了之后 那你要怎么养活你自己 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嫌疑到那时候 可能就翻不了身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不行 那有的人会想说 我不行的时候 我就死了就算啊 那也是你的选择 我们没有意见 对别人的人生 不能有什么均匀 但是你的亲人 就会很难过 你也不在意那就算 你要找一下 你要完成你的愿望 需要哪些条件 跟能力 要具备哪些条件跟能力 那包含那个显性跟隐性的哦 可能你要有什么样的个气啊 或者你需要什么样的证照啦 或者你需要会什么能力 这些都算是 是必须要具备的东西 好 好 那么 已经大家都有一些想法了 那我们就要继续了哦 好 现在大家都已经有一些基础的想法 已经知道说 我们要 达成这个梦感 需要怎么样的能力 那我现在切换一下话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那所以我就上网找了一些 然后整合了一下 需要会写脚本 电动游戏的图示脚本 然后会要一些设计工具 比如说二都对比三都对比的状况 然后要会写程式 然后要有设计的功力 就发含音乐啦 电汇啦 电汇啦 然后美学的能力的部分 然后一些 看索知识力 想象力跟创造力 也需要熟悉一些心理学 这样他的游戏才会吸引人 所以他要去练那个游戏化 发展一些东西 要创造一些动机 创造一些体验 让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 会有我们的着度 然后又有一些自学能力 因为在电话太矿 包括他们这些设计游戏的 技术 绘图引擎什么的 游戏以前那些都会不断的迭代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快速学习的能力 包括设计思考 然后一些时间管理的技能 状案管理的技能 然后要访游戏 你不懂游戏的人怎么设计游戏 不懂学生的人一定教不好学生 所以你要懂游戏 所以要去体验各种游戏 这个他最厉害 所以各类游戏大概就要玩一下 然后你要知道说 这种游戏的自胜之道是要怎么去研究 然后要去抓出这种游戏吸引你的地方 他必须要有这些能力 然后要有要统游戏的设备 然后因为未来不太可能是他自己做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有一些团队合作的能力 这是第一层 我们透过任何方式去找出来的能力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就是说 这些能力啊 这些能力所有的能力里面 你要去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国小学生 那我从国小到出社会 我中间还经过国中 高中高中大学 对不对 所以那我就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说故事能力 那我在我在这个国中小 国中小阶段 或者高国中小阶段 高中高国中小阶段 跟我在大学阶段 跟我在平常的生活上 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这样区分 所以我就会 或者我直接弄在这边 如果你不想做太细 你就放在这个后面去 如果你想每一个都分析一下 那你就放在后面 所以我会这样一个一个去贴 那贴完之后呢 我就要去分析 那说故事阶段 说故事阶段 说故事能力这个能力的养成 在国中小的时候 有哪些机会 什么社团 或者什么课可以学到 是不是做文课 国中小的作文课 国语课 作文课 点点点 你就可以列出来 这是在国中小阶段 还有社团课 会有那个说话 说话社团 或者辩论社团 所以这种社团 你就可以把它列出来 在国小 国中小有可能可以 训练这个能力的地方 你都把它列出来 那在大学呢 也是会有这样的现象 对不对 也是会有哪些 我可能上大学 我要选哪一种 系组 我要去选哪一种系组 那那种系组 就比较容易训练这个东西 西军系 什么系 就把它列出来 列出来 然后我平常生活上 因为这是上学的时候 睡觉都不用练 睡觉不是你的工作 所以你生活上可以干嘛 平常生活上我可以干嘛 你要会说故事 你没有 广播语嘛 还要 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听广播 in podcast 的乱 然后呢 还可以干嘛 日常生活上面 你怎么样可以说故事 自愿当 图书馆的说故事 自宗 有的国小高年级会有这样的自宗 所以你就把这些 你能想得到的都列出 所以第二个阶段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能力 在什么阶段 可以做什么事来养成这个能力 请各位把它裸列出来 那你不想列那么细的 你就把它列在这一层 然后用这一层做分析就好 因为你的你可能写很多 通常我们是 细部是慢慢可以讨论 可以做到很细 也可以不用做到很细 好来 请各位做这个部分 然后把画面给大家 接下来就是能力的分析 请你把你所需要的那个能力 你在各个阶段 你在各个阶段可以 可以帮着上门来训练这个能力的部分 透过什么方式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从小就会这样想 你这个人是不用家长的须目的 不用在后面那边去做找 如果你比较晚 我现在才学到这个方法 那也没关系 我进到一个新的职业 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职业做好 那我就赶快再顺一下 你就会知道这个 坐在这个位置上是需要怎么样的能力 那我如果不足够的 赶快去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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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应征工作 去到一个新的场域 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弄 灰头土脸 然后一天到你不知道要干 然后做事情也不知道哪一个轻 哪一个重 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那你就赶快把这个分析一下 那个史博老师你很有趣哦 你是那个多巴胺 就是多巴胺聚看太多 不小心有机会同身 然后会弹出那个气孔四川 弹出气孔四川跟你说 你有这个永恒不灭的生命 然后你的层次又上涨 经验值又增加了 还附这一个气法 这可能不是真实人生可以享受到的 如果你有机会再告诉我 像有些如果他很有想法 他其实有些可以自己自主上网 去找一些社群去参与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那个社群里面耳濡目染 那个领域的专业自由 甚至有人不定期开课 你看这样要成长多快 完全不用靠我们开研习 就靠自己上社群就好 原则上除了那种品查的机器性的东西 可以用NPG字画 他之后的讲法 因为跟你个人比较有关系 因为你要知道你怎么 什么PY可以做 你这个事情不需 你跟你的这个当地的学校 你的社群的文化 跟你自己个人的点色 自己有关系 对吧 所以他就不太能够 不太能够特技艺人 不太能够扣歪了 他们就比如说 常挑特技 比如说你不知道大学有什么科技 你还记得大学有什么科技 你看那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就可以找到一个你想要去的学校 某个科技 那你就针对那个科技 我跟各位说 那个教授在审查学生里面 如果今天一个教授搜到一份书面资料 这一份书面资料 有小朋友的这个规划 而且这个规划里面很清楚 你已经连了记载说 我就是要上台大法律系 然后我从小开始 我就把要上台大法律系的这个规划 我国小做什么 高中做什么 然后我把这个规划弄得一清二楚 然后我还有进入我在各个阶段的成长运动 如果一个教授看到这样的学生 从小就目标就运动 定我这个科技 就已经要来我证明了 而且国小 我都高中都做了相对努力 请问你教授 你要不要给他上台 摆面给他上的嘛 不给他上你是傻子吗 所以就是 你的努力别人看得到 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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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们有一些资源被警人 卖的人都可以一起去 因为那个都是可以对你有帮助的 比如说你们家族就是 每个谁 就是那个专业技术 他是老前辈 或者他就是那个系列相关的人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这样你就可以去跟他建立 建立这个 比较密切的关系 那你就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 然后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藉由他的关系 你就常常进出那个系 教授对你都很熟 有事没事去哈拉一下 哪一天来考试 我当然会用你 你们都那么熟 你又专门 就是喜欢我们这个系 什么都知道 我还不用你 那才奇怪 我用你 我就省得再教育 所以这些都只要是你的资源 可以用的 都可以继续 那再去试试看你在什么阶段 去处理这个事情 或是平常就在处理 持续的在做一下 包括那个什么 经常参与演说戏剧的表演 就是参与或者是看表演都可以 或者常常去看电影 看电影可以训练说故事的能力 但是你要去回溯一下 你看完电影 你要回溯一下 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样 营造那个气氛 怎么样把故事带到高度 这里都要去研究 这些东西因为都是电脑版的 所以你可以随时调整修正 这个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可能国小到国中长大了 想法有点不一样 你就可以再调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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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